哈喽,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香村芽到底我们能吃几茬 今天是5月18号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我们的香村芽突然间又长出来很多 我们已经吃了两茬了 我们今天可以再吃一茬 我们今天就把它们全都摘下来 有朋友问 有朋友质疑说你把芽都摘了,它怎么长 实际上不用担心了 它可以再重新发出来很多 把它收获了 把它收获了 你像这个头上的这个,那么就是可以吃的 我们都可以把它摘掉 味道好香 如果是一些比已经长长的这些枝叶呢 你就没有意思再摘它了,就可以留下来让它长 所以我们留几个长的留下,把润的全都给它掰掉 掰掉以后过两天,它还会再长一茬 那么再长一茬以后,这个时候就可以留下来,然后让它新年的香村芽就到此结束 那么我们这样还有一茬 就前两天我们休假了,休假了出去 出去一眨眼一不小心,你看 长了很多的风,风长了很多的这个大的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去摘一些枝叶的大楼上 就是让它去长直 注意控制不要让它长得太高 长得太高了以后,这个时候摘收获的时候 就是给自己添一些麻烦 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它的头给掰掉 然后让它控制它长直 不要让它长太高 长太高了以后,上面基本上就是没办法收获了 因为到下一次它再长出来芽完全就是比较粗糙 所以就不能再吃了 我们有三棵紫香村是四季全部有新芽出来 所以是四季都可以吃的香村 可以看到,你看,这儿掰掉 有朋友说,啊,你都掰了以后它怎么再长新芽 这都关系,它还会再长 可以 显然呢,我们这上面还有一些论的 包括这个论的 我们开始掐,开始掐,掐尖 我们就可以开始掐尖了 把这个润的都掐掉 那么有一种说法,说是三茶的这个香村芽的味道差了很多 第一茶,第二茶是味道很浓 实际上我们感觉是第三茶也很浓 那么有人说这个第三茶这个含的亚硝酸盐相对的多一些 我们觉得不大相信 因为第三茶涨的时间比第一茶第二茶涨的时间涨的更快 所以说呢,它应该含的量更少 那么至于这个检测的数据和研究呢,我们没有看到 所以说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开水烫过 所以说亚硝酸盐的含量都是非常非常低的 这样我们又收获了一茶香村芽 所以基本上这是五月份最后一茶了 润芽我们不再掰了 所以说这些就是最后的一些 那么我们把它收集起来,然后保存 那么保存办法有两种 一种办法呢,朋友们建议说用盐这样腌一下 然后放在冰室里面,因为我们不大喜欢吃太多的盐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直接放在冰室里冻就可以 或者是烫了以后再冻也可以 用太多的盐,食盐太多了,对健康不好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到YouTube搜索 美国生活365,我们有上百个美国生活的视频和大家分享 请点击屏幕连结,订阅,转发,点赞和收藏 谢谢大家